剛才提到, 評估了, 檢驗好了 怎樣設計治療方案呢? 設計治療方案 就是評估的時候看到什麼問題 是不是有不同的階段 還是一次過這樣 就立刻放進去, 就這樣治療 也是要對號入座的 是 如果單純鼻骨斷裂 好像這些烈痕… 一般的 從最簡單開始 對, 最簡單就是閉合式 就是皮膚沒有受傷 如果鼻骨斷裂歪了位 我們就會用閉合式伏位 譬如一些簡單的儀器 是否算是手術, 選醫生 這個也是手術 不過是一個很小的手術 可以局部麻醉 大概半小時至一小時都可以做到 而且沒有… 人家醒來 對, 但不痛 我看著你的檢驗這麼吐進去 很害怕 唯有鼓勵一下 如果太害怕不做 可能更害怕 我很想看醫生 怎麼示範 可不可以讓我看看示範嗎 好… 首先我們要確保表皮有沒有受傷 如果表皮沒有受傷 我們就會做閉合式鼻骨伏位 閉合式鼻骨伏位 是一個很簡單的手術 可以透過鼻膏洞 不需要外面切口 我們會有圓身的鉗子 用手指扶著鼻骨 看看哪一塊臉的正中線 評估了, 拍照了 然後就開始透過打麻醉 讓人不會覺得痛 夠麻痺的時候 我們測試了沒有感覺 我們就會透過鼻孔 進入一個鉗子 去掃順斷裂的位置 兩邊都會做 在這個情況 我們都會留意 裡面的軟骨有沒有走位 如果它有嚴重的走位 有時候我們會有另一隻鉗 去幫我們把軟骨盡量提高 然後鬆掉裡面的裂痕 通常做完之後 我們就會再測試鼻背 有沒有下塌的情況 如果它是粉碎式 而又很容易下塌的 我們就會放一些膚料 還有啫喱狀 在這裡下面, 浪直它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再下塌 相反, 如果它很穩定 就只需要在表面再放一個 金屬貼紙 它不需要縫針 只需要貼在表面 那就將它定位 大概14天之後 人體的骨就會自動幫我們復原 去到什麼狀態 要有創傷性, 揭開它呢? 其實第一, 要尊重表皮 如果表皮有開放式的裂骨 我們就一定要洗乾淨的傷口 然後慢慢仔細縫好 因為這個疤痕 將會是你一生在臉上的正中心 一定要亂得很漂亮 第二, 如果裡面這塊中隔 我們叫鼻中隔, 隔開左右的隔 有硬骨和軟骨, 如果有碎裂 就會影響長遠呼吸 其實鼻塞是會很不舒服的 而且當中隔的軟骨受傷 裡面有積血 或者影響長遠的鼻外觀 我們也會用一個很正式的手術去修理 在這些情況 很多時候就不能夠局部麻痺 通常就要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看它的狀態 有多嚴重 有時候可以透過內規鏡修理 做通鼻, 甚至弄好結構 在一些嚴重的情況 譬如偏前的受傷 影響到鼻表面的形狀 我們就會用一些裡面的軟骨 甚至耳朵軟骨、肋骨 去製造我們鼻中隔原有的軟骨狀態 擺在正中心 而且扛著我們的鼻外觀 確保將來的樣貌 不會受這次創傷影響 這是矯形 其實我們也叫做創傷復修 也不是貪美 將一個沒事的人去做手術 但是如果這件事做得好 其實風險和術後的不適 都是很小的 簡醫生, 其實整個手術做完之後 可否理解為問題是可以完全根治 其實也是 只是對應每一個結構 重建原有的面貌 已經可以根治有問題 後遺症多不多 會否需要其他系統 你知道嗎? 鼻子在, 耳鼻喉喉喉 會否有點騷擾? 其實一般都沒有重大的後遺症 除非當初受傷很嚴重 牽連到體日有重影、流露水 但是相應的復修、治療 都可以將它還原到以前的狀態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爆完又再爆, 怎麼辦 爆完又再爆也不用傷心 有時我們都會有一些案例是這樣的 其實那個情況當然是比較難做復毀 或者是難修理 但是當它再爆的時候 都可以用閉合式復毀 把它盡量放回中心 然後都是讓它自己復原 在有很偶然的情況 當它不停重複粉碎式的斷裂 當然會有些骨溶化了, 不足夠 如果到時鼻樑覺得高度不足夠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方法 可以重建鼻樑 提升它的高度 甚至去中間的位置 不如再看看家長 你知道小孩子經常打籃球、踢球 或者玩很多運動 提醒他們在什麼外觀上 在觀察情況下, 覺得小孩子出了問題時 立刻去找醫生 其實如果他們真的撞到 有明顯流鼻血 用電筒照一下鼻腔的變 看看有沒有很明顯的血腫 在鼻中隔 如果有這種情況, 都應該要看 另外, 如果當它神智不清 面部有其他受傷 開始說一些跟神經線受傷的症狀 例如看日後有重影、面鼻 那些都應該去看醫生 謝謝, 簡醫生 給我們這麼多的認識 提醒大家有不明白的 記得請教專業人士